是与你一起温暖的地 生命点是与你一起温暖的地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红发型 原时间快乐多过于悲伤 原时间温暖多过于孤单 原时间光明多过于黑暗 原时间和平多过于挣扎 原时间让人体带了则纳 原时间情绪多过于浅满 原时间感慨多过于淡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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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天空抱有最初的未来 原星亮如海被点点拖垂 原生命岁月云 原生命岁月云 岁月云云 万物都回归 原生命岁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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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严肃了 各位今天是总监了 我想大家发表一下感想 然后让来也可以讲一讲 像仁波切讲的是比较藏传佛教的 那跟我们汉传佛教的修行 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比如说我们汉传佛教很简单 发心念佛 佛力加持 往生净土 OK 不需要透过中阴的这么复杂的观修 所以汉传佛教是纯粹他力 自己只要直接发心证据 我们叫异行道 那藏传佛教他们必须很认真 因为走的是南行道 所以可能要花很多时间去闭关 不然就达不到 达不到所听到的理论 当然还有一个差别 因为藏传佛教就纯粹要靠上师的加持 对上师的前进性 那汉传佛教是佛力的加持 这个就差别很大 那当然这里面有自己可以去选择一个自己要修行的方法 所以比如说南传佛教 汉传佛教 藏传佛教 各有各的 包括在南传佛教还有分好几派 所以为了利益众生有利益众生的各种方法 在南传佛教背巴利文的 也有用禅修的 也有用神通的 但是他都有他的区块 信徒 那只是我们站在我们的环境 比如说各位 在台湾 目前有什么方法 可以去帮助这些信徒 对我们有恩的信徒 让他们比较自在 将来还可以解脱等等 那可能会用什么方法 这就是在汉传佛教 可以说是真正以社会 以眼前的有缘信众为基础 去找出帮助他们利苦的方法 那可能在藏传佛教的修行里面 比较重于各自教派传承的教法去修行 所以很明显的 你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 但是对于外在的 当下的社会 可能就必须有一点脱节了 因为教法上比较严肃 那我认为这是社会环境不一样 因为传统的西藏 跟现在的文明社会 可能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但是如果就西方国家来讲 汉传佛教在那边推 又有一点曲线 只能对汉人 因为西方人他对其他人的真正的关怀 没有那个想法 就像老人去老人院 而且他就去吧 但是藏传佛教的这种观修的复杂性 对他们就很适合 他们觉得很有挑战 但我个人都会觉得 这个是比较自立一点 自立一点 这是关于自己的 但是我们站在大乘佛教 是完全要真实的立他 的时候 就像你面对一些小朋友 他们是感冒 跟拉肚子 那我们就好好的研究感冒拉肚子 因为他们是小朋友 所以对老人家 他需要的是什么 超越老病死的痛苦的方法 那当然很简单 就会给他念地藏经 校约上 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所以 当然这两个理论 比起来的时候 好像汉传佛教会显得 好像比较单薄 因为这没什么 大家都会啊 念阿弥陀经 送地藏经 这很容易 但是对自我挑战 要求高的人 他会觉得 哇 这个比较深 好 所以很明显地 在台湾就会看得出来 老菩萨 都是假采脸婚 很好 年轻知识分子 我太喜欢他要高深一点 那我认为佛很慈悲 因为你喜欢怎么样 随顺你的个性 当然后来讲回来佛法只有一种 因为说法是医的 只是方便有多门 那基本上我们还是要做到那个佛法的精髓 那当然讲佛法精髓 每个人的价值观就不一样了 就像台湾有慈戒的 有禅定的 有专门念经的 干世庙的 所以也有在做社会关怀的 那只是说对我们来讲 我们必须通通要关怀了解 因为我们这个团体把慈悲定为我们的共同的愿力 所以参与都是必须要的 但是参与不是丢掉自己的 我们是去了解 以及就像蜜蜂采蜜一样 得一点精华 来让慈悲这件事情做得更踏实 也可以对别人产生一些慈悲 所以 当然我所给的方法 就像我早上讲的经典一样 我都是看经典 这是我们大部分汉传佛教老和尚的传承 深入清藏 不离菩提心 所以 所以大家都有一个共通 共通 反正谈到佛经说了 每一个人都会理正 因为老和尚就是佛讲了 OK 这样 所以我们的范围 又讲回来 我们的范围又比藏传佛教广 我只能说藏传佛教在点的方面比较深入 但是我们汉传佛教在面的时候 比较薄大 我个人认为是基本上应该两个都要坚固 当然我们在推的法门念佛也好 诵经也好 那不能留意肤浅 不能留意表面功夫 那怎么样把地藏经阿弥陀经变成一种观修 就像我们讲的三昧 地藏三昧 法华三昧 火焰三昧 但是落实在利他的众生上面 而不是追求自己的 我达到一个三昧 我希望让别人知道 好像我有成就 那你又落入二称 因为这是在凸显自己的修行 这是不必要的 所以总观的来说 就普遍性来讲 汉人 他重的是你的道德 动机 所以我们汉人对出家人的要求 比藏人还高 这位师父慈不慈悲 这位师父有没有吃素 这是最基本的分级 那位拉玛没吃素 这个就不理他了 但是我认为不吃素 在他身上也有一些实修的教法 我是看得比较开 我不会这么垄断 不然的话就参与不了 交流不了 学习不了 你也不能说 我是一个汉人 所以我就不管藏传佛教 也不想互相交流提升对方 所以各位看得出来 我们交流的都希望他们吃素 然后以这个为基本 慢慢 我的想法要引导 希望他们把 严谨的教法 简单化 落实在生活上 社会上 让大家可以用 就像我们念一个 准提咒 我们就很有信心 七首归于苏西地 然后就OK了 对不对 然后你就经常念 只要你有准提菩萨的悲心 就很感应的 就像念阿弥陀佛一样的感应 但是自己也这么认真 就像我认识我的规意师父 法证老法师 他一辈子念佛 真的很认真 每天两点半起来 拜佛 念佛 那其他时间就劝人吃素 放生 超经 念佛 一辈子 然后他把唱诵当作修行 每一个环节 声音 都是要求到 非常高的境界 所以当然在他面前 我们都非常紧张 但是也非常好 因为至少这个传承 拿到了我们自己 在听翻拜的时候 很认真的 观修都很认真的 所以如相扎乐 法界蒙心 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观修 很认真的 诸佛还会西遥文 随处结想 诚意翻译 诸佛 献全身 真的要看见 所以将来礼拜 我想各位这一点 真的要很认真 去唱 念 就像你们早上念 三十七颂 如果你有 比较了解 三十七颂的内容 有愿意去实修的话 对自己 帮助很大 因为可以把全盘的 特别是汉传佛教的 也叫显教的精髓 大概都在里面了 这是藏传祖师的功德 可以把经典的 一个圆满的道次第提供我们 如果我们有这个作 就像我们汉传人写科判一样 整部经这么长 那他重点在讲 先把它判别出来 那你就知道 你读华严经 目的要干嘛 而不是研究一部经典 所以 我可能这样说吧 就是汉传的祖师 把经典的内容 诠释得非常好 那藏传的祖师 把这些经典 包括一些论的纲要 也写好了一个仪轨 或是一个论述 让后面的人也很方便 那法都没有错 人的问题 你千万不要因为 他修藏传佛教 我修汉传佛教 然后你就 有一个 个人的偏见去肯定 他是对还错 这个是 叫台湾话说 一样米养百样人 你不能怪米 这个叫 因为这个人 他的累世的因缘 累世的因缘 当然包括 他的习性等等 烦恼 业力 一个业力很重的 你整个再浅了 他也听不懂 所以 他对我们来讲 一切都是 佛陀所说的 可以自立或立他的 只是 就在修这个法 你是偏自立还立他 有些人把阿弥陀佛 当自立用的 我念了几遍 我念得很专心 你只要听他这样讲 就知道他是自立的 因为他念得很细 念得很专心 念到什么感应 然后他讲来讲去 还是自立的 他是一个真正的 大乘行者 我想到众生苦 我为他们念阿弥陀佛 我希望他们 各个都得到佛的加持 可能这个叫大乘 他完全 用悲心在念就好了 可能会散乱 但是他很慈悲 所以当然有人把念佛 变成很激菌 一心念佛 要念成片片的 不间断的 然后后来就很严谨 变成说 很难得有几个 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了 除非你要念到 一心不乱 所以就赶快闭关 念个几万遍 如何如何 当然以我个人的看法 我都觉得 如果讲大乘佛教 所做一切 都是为了众生 可以 那是 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习气 这个习气 不是光这一辈子 可以改变的 你过去是怎么修的 你过去是什么样的人 什么工作的 你这个习气在身上 以这个末法 要去改变 很困难 除非你有 破釜沉舟 这种决心 而且你还有很严厉的善知识 或是这些 良师益友 大家互相帮助 不然你要 突破自己的 框框 有点困难 那时候会又讲回来 就像那些影格星 他们的存在 是为了观众 所以他想尽办法 要配合观众的需要 不然他不能存在 乃至收入增加 那我则认为大乘 真正的大乘 是应该如此 因为以利众生为主 当然我们 所以他们的 私底下的生活 外表 言谈都很重要 就像那一位 有一位女格星 我刚才好几次坐同一个飞机 蔡伊林 还是蔡什么 我有在飞机上好好观传 她真的很认真 所以他也是跟他秘书坐在那边 他很认真地在那边 问这个什么事情 那个什么 怎么样 包括对他的外表 对内容 他没有在睡觉 因为这个 这个我们叫敬业吧 敬业 当然跟他的市场 也有关系 所以 我这样看 所以为什么很多个星都退了 他还没退 因为他这一点 他抓得很紧 当然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不知道 但至少 看得出来 他这个过程很认真 当然同样 我们出家人 到了飞机 也可以打开水 也可以念经 就两种人 所以 当然佛教讲 心续 就是你的念头 必须保持在 一个不间断的 以我目前的阶段 我比较重量 不间断的慈悲 那为了要不间断的慈悲 达到不间断的慈悲 当然你要有不间断的 福利的加持 叫发菩提心 更要有不间断的 不然我们的悲心 会污损掉 这里面有 爱然执着 我没有办法表现 慈悲的力量 所以 当然 有些从智慧门 有些从 慈悲门 有些从信心门 因为经典有这样说 从信心门的念佛 从悲门的修慈悲 从理智上的研究经论 但是最后 看谁能够看到那一点 那可能就是我们讲 妙法莲花经是要精王 谁能够看到那一点 那妙法莲花经的精髓 叫普门品 那就是慈悲就对了 各种 这种 不要对方修 观音菩萨说 你只要念我名字 意念我 乃至拜我 一切埋怨 因为这个末法 你要求对方修 已经没办法了 不要说我们 出家人都没办法了 因为这个末法 很难 众说分云 所以如何修到 在藏传佛教才有这个叫 见闻得解脱 你所做的一切 是完全可以回向不实 叫回思给众生的 可以让众生不修 只要信 乃至接触 就像阿弥陀佛 你只要信 就可以 所以 当然讲到这个地方 就是每个人都尽力就好了 累积自己 为利益众生的 为回向众生的 各种福报 善业 质量 从智慧也好 从修行也好 从闭关也好 都可以 你只要一直意念的 我这么做 是可以利益众生的 一直在净化这个世界 就像一棵树 待在那边 就可以净化空气 那我想这个是关键 那如果你要说 哪一个法门好 或不好 高低 那还要看个人 累世的 因缘力 我们也叫善因力 看你中了这些善根 所以我想 我们这一群人 知道应该是跟 藏传佛教 甚至过去都做过 藏传的出家人 所以我们自然会有 这个因缘 再来 也一定跟 感谢恩仁波切 累世有很深的缘 所以自然大家有 共聚会 而且愿意 虔诚相信 听闻的因缘 所以这个可能是 超越藏传 或者超越汉传 那只是一个 人跟人的心的因缘 所以如果以这样来看 我想 站在一个真正的菩萨道 大概没有一个众生 跟我们没有缘 哪一天你只要用一个 正确的心 天主教在做弥撒 基督教在唱诵 我们都很认真就好了 希望他们升天 希望他们现在快乐 希望痛苦的 赶快离开痛苦 所以我都认为说 念佛三昧是 你把最坏的人 都当作阿弥陀佛 尊敬他 这样就好了 包括现在 报纸上有这么多 媒体人物 政治人物 候选人 你用一个没有分别心 看到他的名字 看到他的形象 就赶快 为他念佛 为他祈宴 那我们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不关心这个 那利他的功德 就少了一点点 就会比较没福报 因为虽然福报 不是究竟的 但是没有福报 就没办法 圆满去利益众生的事业吧 那如何让自己 一直有很多方面的福报 所以包括各位住在这边几天 我都会去问这个土地多大 建起来多少钱 那个电梯多少钱 我都会一直去想 有机会 从头到尾看一遍 了解 可以学习的部分要学 甚至直下承担 是说你要把这个地方 就当作是你的道场 是你要负责关心的地方 那你从这里面可以学到很多 这是我的习惯 因为我到每一个人事物的地方 我都会去了解 这个就是我们修大乘佛教 就很喜欢关心 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不关心 什么东西都要参与 因为世界跟众生 跟我是一体的 要有这样的一个知见 所以我要保持这样子的念头 去关怀它 好 所以各位现在 请自由发言 讲话也是艺术 也是修行 我的认为 当然各位你好好想 等一下赶快举手 因为你们不讲话 人要懂得暴露自己的缺点 让别人加持 千万不要为了覆盖自己的缺点 然后让你没有进步的空间 因为我们是为了成佛 乃至在小乘佛教是为了解脱 也要结魔 菩萨 互相告诉对方 自己哪里会离开解脱 或者哪里如不如法 当然我们既然讲大乘佛教是以悲心来互相关怀 就像你说 我得癌症了 希望大家加持我 我的妈妈生病了 感谢大家回向 反正大家执心是到场 如果你也可以经常问问别人的意见 对自己的修行会很有帮助 但是如果一个人爱自尊太强 面子太强 这也是一个很坏的习气 这个就是个我子 这个就是个慢 对你就很糟糕 那你又发觉年纪过去了 在五年在十年 我们下回还是聚会 对方还是对方 只是老了一点 我常讲这句话 他在各种方面并没有提升 那就是有一点浪费 而且我也 特别我们慈悲自也 很多道场里面都放了什么 堕胎胎儿 动物亡灵 撑不住了就撑不住 他会觉得左边也病 右边也病 谁也睡不着 因为撑不住 当然撑不住有两种 发心不够 再来业障重 再来那个地方 姻缘不好 有可能 就像我们最近 屏洞动物超度道场 这个严重了 我本来就说 那个地方真的不容易 这个动物杀了那么多 然后要在那边 发心要严谨 不然就会有问题 所以前一阵子还说 有很多鬼王在那边 他们问我 我说我没看见 但是我承认 但是对修行人一定有帮助 但是要有自己的悲心 跟佛力的加持 我想不是那一边 而是我认为每个地方都一样 就是你如何去辩对这个事情的时候 不是跟它对立 而是用一种悲心 所以我老实说 好像刚刚我希望他们 马个米水在我身边 因为我有时候在听课 也要在上课 我就会突然身上有一些抽痛 也不会严重 但是如果当他在私底下 我会些些排位 但上课不行 我就拿个米 然后跟他念一念 然后跟他沟通 然后呢 法会的功德融入给他 跟他观想佛像 然后我会觉得 好了 并不能说痛 而是说希望对方的苦 我们可以做一点奉献 但是当然他可以让你 有一点感觉 他跟你有缘 就像这边的小孩子 有一个在哭 他只会去找他妈妈 他不会找别人 跟他有缘的 或是你在这边 有一个老人生病了 他会去找他的儿女 他不会随便拉人 那只是说 在不一样的状态 我们还是要用悲心去对待 虽然我们自己怕痛 这个我词 你还要把它超越过去 但是如果你没有面对 很多苦的境界 你就超越不了那个我词 这个苦就是因为我及我所 我觉得我的身体 所以早上讲 连这个骨肉之躯 你都放下 当然另外一个讲法 也可以这样观修 他当然我的身体了 那我布施我身体给他 我布施我功德给他 那你可以借这个机会 做各种的方法 去观修 但是观修还是不离开悲心 但是无论如何观修不能够离开空性 因为这些 就像伦伯切讲的 到底是白天是真的 还是做梦是真的 所以这个做梦 让你知道它是假的 这个就是回到白天的见地了 你要把白天所看到的 所拥有的 都当作是做梦里面的假的 在时间空间你都要超越 这个大小分 这些有没有 这些你要超越掉 那这个是大乘最重要 一个观念 中观的观念 你必须把这些超越掉 不然我们都很喜欢在 被称赞 怕被侮辱 健康 怕生病 有怕没有 在一起怕分开 因为我们都是在这种相对的 那当然我们愿意修行的人 必须征服自我这个 但是我们征服自我的过程 都不是为自己 没什么好高兴的 早上讲 知贪 离贪 不欣喜 赶快把这个贪念 我自己离贪的过程 知道别人在贪也很苦 而生起大悲心 知道别人能够离贪 生起大慈心 简单的说 从你的贪就转为 对众生的慈悲心 这样各位了解吗 你要一直修这个 那这个不是一天可以完成 这个是你的命对 每天有这么多境界 贪嗔痴 爱然执着 马上都转为立堂的悲心 你才可以成就 菩萨的他心智 不然你怎么度众生 因为你不知道众生的病因在哪里 你怎么度他 那这个病 就像学打针针灸一样 你必须扎过自己的过程 你才可以去扎别人 自己别人扎我们就过痛苦了 还自己自己扎 还要不怕痛 那你必须由 出离心转变为大悲心 究竟解脱众生 为成就 所以一定要有菩提心 为了圆满菩提心 所以你要有万法平等 而且接触万法的空性智慧 所以你必须要 你必须接触 你虽然说这个灯是空 但是那个木板 你也要彻底了解 它缘起的存在 怎么存在 它本体也是空 而且要修到自他不恶和微体 那这些 当然我们从我们的娑婆世界 是成佛最好的地方 娑婆世界一天超过极乐百年 各位都会背 那是因为这边很复杂 很复杂 你又能够在佛力的加持之下 你要齐请三宝加持 齐请阿弥陀佛加持 然后呢 又能够利用这个来修 福慧双修 透过众生对你的侮辱也好 透过众生需要你帮忙的布施也好 所以 那我想各位 简单的说 可能各位要经常有一点时间 去多观修 从经典也好 从善知识 把这些理论一直累积 因为一个老医生跟一个新手 那是两回事的 老医生他经验太大了 看你的脸摸一下也知道你什么病 但是这里面有一点 人也不是光这一辈子 如果一个人 有虔诚的 对三宝的信心 乃是所谓对上师的前进心 乃是对众生的悲心 你累结累世的 因缘力 过去的善跟力 都经验都会跑出来 就像说 禅修开发神通一样 我们开发的还不是神通 是在利他里面 累结累世的生命经验 都会有 所以 这样你就有 就像你开飞机 已经开一万个钟头了 什么飞机你没开过 大家相信 因为你的经验 你还可以成为别人的老师 所以 无论从菩提心也好 从慈悲心也好 从 思维空性也好 这三方面都可以 把你过去式的 很强的 很快的拉出来 就像很多人说 这可以唱我就会 这会不经我 一看我就很熟 这一点我就有感应 就像各位常常 我读完一遍地藏经 我自己就觉得 我太熟了 而且 我还告诉 我的思想就是这个 唯有经典才是我的思想 我又看了其他的经 那时候又开始 观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这个思想 那就是我找到了 原来我的思想 是佛教的思想 所以我只能 出家去研究这个思想 去传播这个思想 这是我很熟悉的东西 那当然就是你去接触了 就像汽油碰到火 它就会萌芽了 所以包括每一宗佛菩萨 包括我们去圣地参访 这些各位都有帮助 八大圣地 四大名山 都有帮助 但是讲到这边 那师父请假 我要去四大名山 看你姻缘吧 姻缘还没到 你去了也没用 有因缘未到 你发心不到那个阶段 所以各位还要相信 一切三宝 护法菩萨都会安排 你做你该做的 本分的事情 不要让我认为 自己可或不可 这样 不要太过于强烈我之 我认为自己可以 所以可不可以 别人 你要参考别人的意见 看法 但是姻缘自然成熟 既然我们相信 姻缘果报了 那什么事情 谁也挡不掉 该你活就活 该我们死也会死 该是你的 别人也挡不了 不该你的 拿也拿不来 一切等待姻缘成熟 努力地忏悔 努力地修复 努力地精进 随到其成 成佛也是如此 所以这个叫 我们安心随顺 但是在目前的岗位 乃至目前的心态 很认真 没有高没有低 反正就是认真 所以我想 各位也可以打喝水 也可以胡思乱想 在外面散步 是为了风景 晒晒太阳 那也叫浪费时间 但是如果你在走的时候 是用一个太阳的 悲心 念不动佛 乃至阳光如佛光 然后你这样去进入 那很好 那每天都会让你觉得 花草树木好美 为什么 因为就像苏东坡写的这些水声 什么声都是佛陀的声音 因为这样去融入了 这个是我们中国人讲的 禅 禅就是快速的体悟 抓到重点叫禅 禅就是佛陀的心 这是要体悟到佛陀的心 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 出主传恶主 恶主传三主 那么久才传一个 对吧 那因为时代不一样 但是无论如何 找到自己的点很重要 安心的点 以及一个奉献的生命 大乘佛教的时候 我已经 这辈子我已经交给佛教了 交给众生了 随数安排 你叫我做乞丐就做乞丐 叫我做乞丐就做乞丐 你叫我还俗立重 是OK 因为你接受了 心平静了 如果你心平静了 不平静 今天我才刚出家 为什么我要生病 这个生病跟你的心没关系 那是你的业 那你心还是可以平静 我要出家 他干嘛把我伤害 那你也要接受 所以 甚至有些就这样废掉了 有些车祸死掉了 但是对他来讲 如果我们车祸死掉了 你心还平静 你阿弥陀佛 那你就保证往生净土 车祸是宵夜上最快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心不能接受 那时候你会堕落在 中阴 甚至夜暴来 一个称赠心就会堕落 所以 也就是说 我们修行人最大的特色 就是安心 以示无真的安心 但是这个安心 却不是懒惰 却非常积极的 像企业家一样 如何让整个世界 都有我们的商品 我要赚全世界的钱 所以 那这两个要放在一起 一个是极静 一个是显现多元化 好像是冲突了 然后却是很微体的 所以 佛法就一直跟我们谈这个 好 有问题吧 自己发表 没关系 我先讲好 你发表太长 或者内容不太好 我就OK 换人 这样就好了 不过 你们继续吧 因为这几天 很不切就要求我 也不是要求 还是礼貌 还是客气 反正一定要在这边吃饭 然后我也会发觉 他在台下讲的 跟台上讲的 又不太一样 所以 好在我们 那么多节翻译得非常好 我也可以吸收很多 很好的生命的经验 跟对世界的看法 所以 包括 连吃饭也是个修行 所以我已经发觉 东西再少 就讲了东西再少 伦伯切一定会留 至少一半 然后就会念老半天 因为这个叫 死禅死 这样 那无论如何 在饭前做 在饭后做 都有它的意义 这是个人有个人的习惯 希望各位多收看 生命电视台 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进入您的心 改变您的生活 帮助这个世界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防疫医师严嘉贤 如果您与COVID-19确诊个案 曾有密切接触 请先留在家中自我隔离 等候卫生单位通知 除非有立即就医需求 请不要离开住所 在家中请单独一人一试 避免与其他同住者接触 或共用卫浴 请佩戴口罩 和注意手部卫生 并使用稀释后的漂白水或酒精 清洁经常触摸的物体表面 如果您不是需居家隔离之密切接触者 请自我健康监测14天 若出现以下症状 请联系119卫生局或1922 一指示就医或筛检 禁止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并请主动告知可能的接触史 指挥中心关心您 主位法师 主位大德 大家阿弥陀佛 今天应生命电视台之药 稍微来简短的说明一下 佛教的修行的方式 我们知道 佛教的经典上面 有八万四千法门 那大家有一些人会听到说 八万四千法门 这么多的话 会认为 那这样子是不是佛教的一个修行方式 会有很复杂 会让大家有一点抓不到头绪的一个感觉 但是 虽然说有八万四千法门 那仅仅是 针对大家各个众生 不同的一个根性 而所随缘 随众生的根性 而发展出来的一个方法 但是呢 一个佛教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根本的目的 学说就是因缘法 缘起跟因缘 那这样子来说 只要能够彻底的明了 缘起法跟因缘法的话 那么你对所有的一切 一切的一些现象方面来说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去明了到说 这一切的现象 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不实在的 都是空的 这个是在 波乐经里面 它所呈现出来的一个重点 我们借由修行 主要是要修行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对于这个现象界来讲 不要有太多的执着 以及太多的贪爱 佛教里面有一句话 洗灭贪成痴 然后勤修戒定慧 我们对于人世间的贪着越多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花花世界 对于这个五着二世 你就越黏着在这里 当看到这些世界的一切像以后 我们要如何的去 修行我们的内心 然后呢让我们的内心 能够去适应这个世界 适应这世间的一切像 所呈现出来的 不管是好的坏的 还是男男女女 漂亮的不漂亮的 还是你喜欢的不喜欢的 或是有一些甚至可以 可能让你会有害怕的一个感觉 当你了解到这一切的像 都是由你的内心所生出来的时候 那么你要去 如何去改变你自己的内心 而对于这些像 能够有一个更清楚明了的 去了解到这些像 其实在佛法来讲 它都是由我们内心 自己所产生出来的 在心经里面 一开始就有一个 观自在菩萨 行身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当你了解到五蕴皆空 五蕴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上 所有的一切像 色身香味触法 所有的这一些 你知道这一些的像 在以佛法的圣身真实义来说 它都是空的 它都是不实在的 那么呢 你知道的这五蕴皆空以后 就能够对于这些 不会有执着到 然后后来呢 无色身香味触法 无言耳鼻舌生意 一直到无老死 一无老死经 当你都了解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的心呢 自然会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忧恐故 因为你本身对于这些像 你会有黏着 你会有执着 所以你会有挂碍 因为你有了挂碍 你会想说 我爱这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 可能过一阵子 它会离开我 还是说 我爱的这个人 他也会有生脑病死 那么我爱的人 当他离开的时候呢 我对于他的执着越深 你的心会越放不下来 那么你放不下来以后 你又能怎么样 你只能天天的盼望 他能入你的梦中吗 还是说你讨厌这个人 这个人对你来讲 是一个可恶 可不的 那么你会害怕说 他这个像 他这个恐怖像 进到你的梦中 还是说他来找你 那么你就会害怕他 你会去想要去 去排斥他 拒绝他 那么 你又 这样子又造成 你的一切的恐怖 产生 那么当你 对于这一切的像 无挂碍 你没有挂碍了 那么这一些的像 对于你来讲 只是一个浮云而已 飘过 飘过在你的身边 虽然你看得到他 但是他对你 并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力 那这样子来讲 你对于这些 就不会有 有所执着 有所爱 正 这些东西 那么在心经在接下来 就说 心无挂碍 无忧恐怖 无忧恐怖 你没有恐怖 你没有对于一切像的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因为我们对于一切像 会有爱 可以圣怨恨这些 所以你会对他 会有产生许许多多的颠倒梦想 你对于你喜爱的 你会想要让他 让跟你越来越久 想一想 这个事情是可能的吗 我想没有一个人 一定会说是可能的 因为变化就是人世间的 唯一不变的道理 那么你了解到这个东西以后 你知道这个东西 随时每一分每一秒 它都在变化当中 而且你下一秒 你不知道下一秒 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那么这样子来讲 你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 接受度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对于他的接受度 或许你会难过 但是你不会去执着他 你可能会觉得惋惜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因为我们人是 人最可怕的就是 我们黏着在这个情绪里面 而让自己没有办法 离开这个情绪 那么当我们知道了 无忧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对于这个人世间 没有颠倒梦想以后 你才能够达到究竟涅槃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人世间的黏着以后 所有的 这一切的一切 都不会对你有产生任何的影响 我们再谈一谈 我们再谈一谈 就是说在以为是的观点来讲 我们人所看见的世间的一切像 都是由阿奈耶 我们的阿奈耶士第八世所呈现出来的 但因为我们是凡夫俗子 我们的阿奈耶士所看出来的东西 那是产生了一个蒙蔽的情形 就像我们戴着一副有色的眼镜去看这个世间 既然你戴着有色的眼镜看这个世间 你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世间的一切真实的相貌 就像在经典里面有一个比喻 就是当一块纯白的透明的水晶 它后面放了一张黄色的纸 那所呈现出来的 你从水晶的正面所看出来的 你会认为它是一个黄色的东西 但是就以一个渔夫渔妇来讲的话 那个东西它是一块黄金 因为它看到的是一颗固体 一颗黄色的东西 但是你慢慢知道 经过修行的以后 渐渐的你会发觉到 我所看到的那只是一块黄色的水晶而已 虽然说你看到的仍然是黄色的东西 也就是说你所有的蒙蔽还没有完全的去除干净 但是你看到的是黄色的水晶 也就表示说你已经渐渐的看出来 事情的真实的样貌 修行到了最后 到了成佛的阶段 你可以透过黄色的水晶 看到后面的那张纸 然后当你把那张纸完全的可以把它去除掉 你所看到的东西 那就是一个纯净洁白无瑕的 那就是佛法里面所讲的真如样貌 所以说佛教的修行来讲 其实说简单也是简单 但是说困难也是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简单的说就是 清净我们的内心而已 但是困难的呢 我们需要经过无量无数节的一个修行 我们身上的蒙蔽呢 是由无始节以来 所累积产生的 那么我们累积产生了多少东西 没有人知道 连佛菩萨也没有办法知道 因为这些东西唯有你自己才知道 但是你不修行的话 这些蒙蔽还是依然的存在在你的身上 你只要一天不修行 它就没办法清净 但是困难的就是说 我们只要开始踏出了修行这一步 你有了一天的修行 去除一分的蒙蔽以后 虽然说你没有办法 一天你只能 或许你只能去除掉万分之一 千万分之一 亿万分之一 但是对于总体的东西来讲 总体的蒙蔽的这些污秽来讲 它只是一点点而已 根本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但是你总是有进步 修行就是这样子 每天每天都要让自己有进步 不要要求自己进步多少 或许百万分之一 千万分之一 你只要每天进那么一小步的话 总有一天 你还是会朝着目标 继续的往前迈进 你刚开始你的步伐 是很小很小的 当你的身体越来越轻 也就是说你身上所背的这些污秽 污垢 去除的越来越多以后 你肩膀上的重大的石头 会越来越少 那么你的脚步会越来越轻快 在为世方面来讲的话 它会是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方式 以大圣经典来讲 三大阿僧祈节 有的人会说 好像很久 因为三大阿僧祈节 不知道要修多少时间 其实来讲 三大阿僧祈节 也就是说 这一个时段里面 我们所要修行的一个 去除的一个 这些污秽 这对在佛教的经典来说 它会有每一阶段 每一阶段的一个 给我们的一个参考点 就像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一样 假如一条高速公路上 完全没有任何的里程碑 没有任何的标点的话 你这样一直开一直开 你会不知道终点在哪边 但是在一个道路旁边 每一公里有一个里程碑 让你去参考的话 那么你会知道说 我开了多久时间 那我距离目标 我距离我的终点还有多少 那佛教的修行也是一样 三大阿僧祈节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 修行的路上一个参考点 一个参考坐标 当我们用走路的速度一定是很慢 有些人是骑脚踏车 有些人是开车 那这样子每个人 每个人的速度会不一样 而三大阿僧祈节 就不一定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多少时间 端看于你这个人 你的修行是精进还是放逸 假如你想要轻松的修行 有些人是想要轻松的修行 那这样子来讲 你的步伐就会像是在高速公路上走路一样 虽然你有往前迈进一步 但是呢 你的速度总是会比别人慢 那么你真的是要精进的话 有些人是一天当三天用 那这样子我们在佛法的修行里面 其实各个法门 都是要引导我们朝向同一个目标 那就是让我们去解脱 那么我们今天就稍 就是简短的讲到这里 希望以后有机会 能够再跟大家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分享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